我覺得最感動的位置 就是除了四姊妹一起在很多雙兵的地方 為她們唱歌之外 她們自己都哭過一場 觸動到她們 我覺得當經理人和大姐大表達愛意的時候 她那封信裡面所說的事情 就是我會把你的家人當作我家人 因為其實經理人是白人 大姐姐是黑人 其實她那封信看似是意外 但其實是一種跨種族的情感 那裡就哭到我Selisa 因為講自由戀愛 但其實現在很多人拍拖 都有很多不同的掣肘 很多條件性的東西都會框住我們 即使是城市人都會 其實很多東西我們可以想想 其實這個checklist是否這麼重要 還是你connected 找到一個人跟你一起打拼天下就OK 這個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